我要请教左教授就是 我先讲一个前情题要好了 因为呢那天有在断言说 这次韩国瑜会选上立法院长的这一位 命理师李敬伟他就提到了 其实赖清德他的20年大运结束了 所以接下来呢由他来执政 可能在这个最大的功课就是 处理好政党跟外交之间的人际关系 可是呢如今有中美两国看管啊 但是说话常常不按牌理出牌赖清德 可能会随时带给大家惊吓 甚或引起国际的恐慌 年代来讲我们看到了就是之前 常常每一次选后我们都会讨论的小丽媛 他来分析他回去来跟大家讲到说 台湾的总统大选他提到了一块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要放眼的是 接下来就是不要只看现在 他发现这次台湾的选举 有一个隐形的力量开始慢慢的篡动了 那是在四年后会正式的形成呢 总统票区域立委还有政党票出现了选票移动 而这个选票移动有趣的点是在于 居然在两岸关系在蓝绿两党的铁票中 受到关注是没错 可是对中间选民 还有我最近也常常接触到很多年轻选民 在街头我们随机问 大学生告诉我们的事情居然是 他们其实也并没有真的这么讨厌大陆 他们其实更想看到的是如何维持现状 所以才会一直不断的有这种维持现状派的声音出现 更有人说维持现状派就是接下来的台湾议事 那这一次台湾议事已经成形 但还不至于对本届选举造成极大的影响 可是已经使得民进党失去了着力点而陷入苦战 那四年后这个台湾议事的影响的程度就很难说了 好 首先这个小丽媛当然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这一次讲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分好几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 因为他们在 他跟这个松田康伯 小丽媛 欣欣这两位老师 他们在早稻田大选举行的这个研讨会 来了很多的观众 本来说预期是200人就来了250个人 那小丽媛当然分享他的一个观察 我觉得他的观察以后 其实还讲到了一些事情 包括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一次像TikTok这个短影音的平台 其实对于柯文哲的帮助更大 因为在上面传播了很多 对柯文哲很友善 而对于赖清德跟对于侯友宜不利的讯息 他说这一次可能没有发挥到决定性的效果 但是下一次会不会发挥决定性的效果 他觉得还有待观察 那我觉得我看到这个 其实我蛮感触的 因为大家记得在那一次12月30号辩论的时候 柯文哲怎么说 他说为什么中国大陆都在帮侯友宜 为什么中国大陆搞了假民调在帮侯友宜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在这个节目上谈过 我说难道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帮侯友宜吗 你这个你认为说中国大陆在帮侯友宜借选 借选帮侯友宜 你这个要有证据 因为你不是也被认为说 被认为说你也被大家认为说 你也是这个所谓的被 你也常常说你被 柯文哲也常常说他被人家抹红嘛 所以他也不赞成这种抹红的行动 那你为什么要来抹红侯友宜呢 可是你看今天这次小丽媛讲什么 这个大陆的这个短营平台上 有很多不利于侯友宜的言论 事实上也有的民调 说被就是现在政府在搜索调查的 反渗透法的案例中间 也有的是他做民调是支持柯文哲的 说柯文哲的民调远高过侯友宜 要侯友宜退选的 也有这样子的case大家可以去查 那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到今天 这个日本学者讲的这件事情 真的你会发现到柯文哲有一些 对于国民党的指控 对侯友宜的指控 真的非常不公平 我事实上一直认为说 你要讲你戒选 中共戒选大家都反对 可是你要拿出真凭实据来 你不能信口开河 因为你的信口开河 其结果是什么 是给了减掉滥权的一个借口 是给了民进党戒选的一个借口 也是伤害了民众的言论自由 伤害了民众的旅游自由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 我个人对于这个民进党这一次 以戒选为名去搜索调查 这些里长以及其他的这些人 我一直反对的原因 就是因为都没有 都没有很确实的证据 那你看今天小丽媛 他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平台上 其实是对侯友宜不利的 那你柯文哲要不要做出解释 到底是小丽媛讲错了 还是说你的确也是被短影音 这个抖音这个短影音平台说 鼓励帮助的一个对象呢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第一个看到 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事情 第二个 讲到了那个小丽媛 他讲了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因为每四年会增加 80万的新的选民 这些新的选民这一次 没有改变选举结果 但是下一次如果他们还是一样 一面倒的支持柯文哲 那当然他说 他认为有可能会改变选举的结果 不过我们以柯文哲拿到 五成的年轻选民来看 假如这40万人 五成通通都投了 这80万人五成通通都投了柯文哲 再下一次 那柯文哲会多了40万票 前提假设就是说 你其他的票都没减少 那光这个手头组 你就多了40万票 那当然这个也是可观的数字了 不过如果大家的得票 都跟这次一样 也不会改变结果了 不过当然它是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 因为它不会是一个不变动的 每一个人的得票 都可能会因为这四年的各种表现 而发生变化 那我觉得还是比较重点 是在于小立元他讲到就是说 是不是因此而形成三党政治 这个是需要观察 这里头就牵涉到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 是不是台湾选民已经形成一种 所谓的维持现状派 而这个维持现状派 是既不是同也不是毒 或既不是国民 既不是蓝也不是绿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是值得去观察的 但是这种选民 假如真的有存在 假如真的有存在 我觉得它会反映在一些事情上 第一个 因为当你讲到 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 我不知道小立元 有没有去看政大每年做的这个所谓的民众对于统图的异象 一向都是维持现状派 是居于多数 一向都是维持现状派居于多数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如何维持现状 到底是跟中国大陆维持好的关系可以维持现状 还是像蔡英文 或者甚至像赖清德他们主张的 就你要这个什么呢 民主的站一边 威权的站立 威权的站另外一边 然后要拒绝威权 才能够维持现状呢 我觉得其实关键并不是 你要不要维持现状 因为维持现状是多数 而是你要如何维持现状 蔡英文在2019年的时候 提出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 他用这个概念 想要把中华民国派跟台湾派放在一起 因为其实这两种主张 这两种符号 其实都可以放在维持现状的概念里头 但是他没有一个符号去捅 就把他们两个放在 包裹在一起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在于非绿的阵营 在野的阵营 他有没有一个新的符号 可以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 也就是当民进党去强化 他的跟中华民国的连结的时候 国民党也好 整个在野阵营也好 要怎么样去连结 所谓的台湾价值 台湾符号 我觉得这个是在野阵营 要去面对的挑战 我目前没有看到 柯文哲在这方面 有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是 不断地向绿跟向蓝 去汲取资源 但他并没有真的提出一个符号 是大家可以觉得 可以去另立三头的 可以去从用一个新的符号 可以去吸收大家的一个忠诚 我觉得还没有看到那件事情 当然不表示 未来四年不会有 可是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竞赛 谁可以最先去发展出 这样子的一套论述 一组符号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说 我们有另外一个维持现状的方法 它既可以去包含所谓中华民国元素 跟台湾元素 第二个它又能够去稳定两岸关系 因为很清楚的就是说 如果两岸关系不稳定 如果两岸发生冲突 现状也没有办法维持 所以现状的维持 现状之所以受到威胁 不是只是因为所谓中共要统一台湾的这个问题而已 还有就是你现在的领导者 没有办法让中共维持他的战略耐心 这个才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源 你看马英九那个时代 中共有没有一天到晚谈一国两制 没有 是蔡英文时代 谈一国两制变成了一个温和的诉求 因为一国两制意味着和平统一 而不是武力统一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那中共的这些 这些 这些很有挑衅性的 军事上的挑衅也好 或者一些 这些太过急躁的这些做法 当然是让台湾人很不满 可是呢 是你难道我们政府的领导人 他的大政方程都没有错吗 他最起码他没有拿出一套方法来 让中共说 哎呀不用那么着急 不用那么担心 两岸可以谈可以慢慢来 所以最起码我们政府的领导人 我们的总统应该拿出这一套方法来 柯文哲 民众党 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 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来 我认为他也是守不住 所谓维持现状的选民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愿意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ry